不如早杜夏军因为军萨都在在仁爱和性依冷凶 做人的感情连细的根本就很不简单 竟然对着这个传统文化的团形是更加困难 仁爱乡公社为主要基盘杜夏军的感恩质借电话档 要请军萨在两个杜夏军做人的团义 透过传统的借义表现和文化话档 而尤其就做人既感的鼓励 这次感恩质外档在里面一次基盘杜夏军也很少有三档的时间 最后两个祭祀是特别丁秀这次外档 做人承着一堆一堆古物件在家 不如是看得很欢迎 大家作会唱歌跳舞 欢迎兴奏风声 最高最高就是基点就是这里 大家赏向各位姿子孙孙 祝福的酒量 博楼中路站在柱顶 传统的方式向天气候 当时将代表方式的酒婆也向众人 最后是整个杜夏军庆祝的事举 所有造型传统借电中有的大声话 大家联合 欢迎又插闹 这是博龙组杜夏军感恩质第一的借义记忆 人爱乡今年在一处基盘杜夏军感恩质 当时也让军刷在人爱 生意两种的族人 我们在全宝庆祝会参加 典显到社团队的借电文化 也就出大家团成的目的 巴斯特木尔这个感恩祭也叫做静昌祭 是我们布农族着色群独有的一个祭典 那在人爱乡已经有三年以上的时间没有来举办 那这一次的一个呈现 我们以祭典为主 日记时代 原本基础在中央双门 杜夏大山三岁的布农作杜夏军 毕竟多千亿下山亿奥 一部分的族人 分散到现在的生意乡求美部落 跟人爱向中情 发地 万方沙川的记忆非常邀案 作成杜夏军之间的缩理和文化差异 既扳这段活动 也和生意乡的杜夏军作人 有机会回来孙金 总日期时代分离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他们的文化会有它的特色 就是被别的社群所引诱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是比较担忧 最重要就是说 把以前在这里所展示出来的 我们感恩记的部分 我们有用心把我们仇士群的文化 拉回来到我们的原点 感恩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也是蛮重要的 那么他们看到 他们体验到 他们也参与到 因此我想在他们的心中里面 更肯定自己 就是一个 着色群的一个后代子孙 我想这个也有一个传承的意义在里面 开始 除了传统杜夏军这一期表演以外 我当中要各行政策的原住民传统企业比赛 不就作人标识 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固定成来基盘 先为团结保隆作祷社群作人 跟文化团成的重要舞台 接着王朝成彩虹报道 机会有没有 变了五次哦 对五次